賴國堅經理 女人自身經理 Please welcome our STM Manager Mr. Kenny Lai and F&E Manager Mr. Brian Lee 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紹 我叫賴國堅 我負責STM的開發 那再次感謝呢 大家今天來做空來參加我們的報表會 那我將為各位介紹STM的產品 那希望藉由今天的介紹呢 讓大家可以對STM練的產品更熟悉 Hello Ke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STM Manager Kenny to you all We are not only Kenny we are not only friend from you but also from Japanese Can you use the Japanese to introduce yourself? OK 日本語がまだまだ上達しておりませんので これから英語と中国語で NCT整理の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That sounds great Maybe you can consider using the Japanese to introduce new products next time OK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introduce our STM new products This introduction will take around 30 minute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in a question and our presentation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華裔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一些產品 我們從傳統的 STM 到TFT 還有ORLD 這些都能為客戶這邊來做服務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強項 我們就是可以接受客製化的產品開發 那我們可以依據產品結構的不同 還有也可以結合客戶的變路 然後我們可以提供專業的客製化模組開發 我們可以提供專業的客製化模組開發 我們可以提供專業的客製化模組開發 STM technology has been used over 20 years and we believe you are already known it but our RDQ always wish to bring new themes for you So in this session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STM new products VATN and serial interface model STM的產品引用至今有二十幾年 相信大家對這類產品都很陌生 而且應該都非常的了解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有再延伸出來的VATN的產品 VATN的玻璃它的優點是 它的高貴比 廣視角 這些條件都是優於一般的TN STM 那VATN的玻璃呢 我相信運用在客戶的產品 絕對會有一個很好的顯示效果 可以為此一點帶來加分的作用 首先我們想介紹一下 VATN的產品 VATN的產品有一個優勢 在意識和意識上 它比STM的產品更好 我們相信它可以增加你的產品 那VATN的產品 那VATN的產品呢 在業界有許多不同的命名 那每一家業者呢 都是依照拒絕自己的認知呢 來命名 那比較常見呢 有EVN、IVN、VA、VATN的 那或者還有許多是沒有列在上面的 可是這些不同的名稱呢 它所指的都是同一類的製程的產品 那我華麟呢 統一對內對外都以VATN來命名 VATN has a lot of different names in this field such as the VN、IVN or VA but actually both names is the same technology In Moonstar, we call the VATN 那接下來我們來用這兩張液晶的動作原理概略圖呢 來說明一下VATN它的液晶 以及TN、STN它的液晶的差異性 那VATN的波磷呢 它從它的上下乒乓片 還有它的液晶 還有PI配向等 這些LCD最基本的材料呢 都已經與線型的TN、STN是完全不同的 那兩者呢 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它的液晶的排列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右邊是TN的液晶 那TN液晶呢 它在沒有加電壓的時候呢 它會呈現一個多角度的扭轉 然後再搭配上下片光片的角度 然後讓光導出 那如果加電壓的時候呢 那液晶就會站立起來 那反觀我們看到左邊是VATN的概略圖 那可以先很明顯看出來 它的液晶呢 是垂直排列的狀態 它的液晶呢 在沒有加電壓的時候呢 它就已經是垂直站立 然後當加碗加電壓的時候呢 它的液晶會躺電 然後讓光順利的跑出去 那兩者最大的差異呢 就是在於說 TN它的液晶呢 它是加電壓的時候 它才會站立 而VATN的液晶呢 是不加電壓的時候 它就是在站立的那個狀態 它是垂直排列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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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能夠打算 所以這把連線的狀態 然後是垂直排列的狀態 它的垂直排列 就是垂直排列的狀態 這就是VATN的圖形 2.9 is the liquid crystal the VATN normalization is the vertical but the SDN is the horizontal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張表 這張是Duty Contrast的一個對照表 那上面的數據呢 大部分都是取決意境的理論資料 那從這個表呢 我們可以非常的清楚 可以看得出來是 VATN玻璃呢 它的Duty只要是越低呢 它可以得到的一個對比值就會越高 那Duty如果越高呢 它的所得到的那個對比值就會越低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Duty如果越高呢 它所需要的驅動的液晶電壓 就要比較大 所以呢 不是每一顆現有的STN的LCD專輪呢 都可以拿來驅動VATN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藍色光光照片 那藍色光光照片呢 是我們目前已經開發完成的 16分之一 Duty的支援型的VATN模組 那它的對比值呢 我們實測的對比值可以高達120 那它與液晶的理論值呢 580呢 有一定的落差 那這也是告訴我們說 實際上在VATN的模組呢 它的對比值一定會低於 液晶的理論資料 那在目前呢 VATN的產品呢 還是以它的製程及效果 還是以16分之一 定體以下來的是最好的 那如果在16分之一以上的 附險的產品呢 希望得到一個好的對比及效果呢 我們還是推薦用線型的VFSTM 以及ASTM的產品 這就是VATN summary list 的Duty和Contrast 您可以看到 Duty和Duty 還有Duty 還有Duty 但是沒有Contrast 因為Duty VF 不所有的I.C 可以使用Duty VATN的Glass 只有Duty 可以使用Duty VATN的Glass 可以上升至580 但是 如果您確認 我們的設計 我們只能寫120 這就是 我們要寫上 VALUE 去寫 Duty 現在 我們在Duty 所採用Duty 最好的 Duty 是16分之一 如果您想用Duty Duty 我們建議 Duty VATN to change the ASDM or EMSDM 可以拿一招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張 是VATN它的特色 VATN的玻璃 它有四大特色 一個就是它的底色 非常的黑 它在對顯示區的部分 它的透過率 可以在0.0.2%以下 再來是一個高的對比值 那VATN 一般都要搭配一個高量的背光源 那 才可以得到一個好的顯示的對比值 那一般VATN的玻璃 我們都搭配 最少要搭配1,700米平方以上的背光 這樣子 才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顯示效果 再來是它的視角非常的廣 可以看到右邊這張圖 它除了正視角 它可以有一個清楚的一個顯示 那它上下左右 其實它的視角跟對比都非常的好 那已經是可以大概是高達 是全視角的一個顯示效果 再來是它的液晶 那因為它和後的關係 它和後比較薄 所以呢 它的液晶的反應速度就非常的快 這個項目顯示了 VATN的技術 未來是超級黑的背景 在那個人部的那臨時 一個於100.802% 在這個這邊階段的量 敵人位於0.82% 所以,它很快 所以,它很快 在空階上 它的超級黑的溫力 的溫力度 可以降至120 流程 通常 physically 有1,9-1 平逆 нами 3,109 為對比比比, 對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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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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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这里的画面是线线线,最后是Grashton, Wisconsin 它的製程的效果还有它的凉率都是最好的 那当然更高的话相对的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在VMTN 它的湿液的玻璃呢 目前比较常被运用在于有家电类的产品 还有车载类的产品 比较多的客户们想要用一种颜色的颜色 来增加产品的颜色 现在我们可以用四颜色的颜色 来展示不同的效果 这种颜色的颜色可以充足自家的颜色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呢 是我们已经我们目前已经完成的 WHT602V的VATN的模组 那我们对比呢有高达120V 那左右视角有高达170V 上下视角有达110V 那VATN的模拟呢 都是做之前的产品 那我们在标准品的背光呢 我们都会同时开发的有白光绿光 黄绿光还有黄光还有蓝光 那当然在这里面 它最好的对比效果呢 我们还是比白光是最好的 那再来是呢 那我们的背光呢 这个背光我们的亮度 有高达1700Ctm的平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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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时 accommod 啊 căs bar nerv, cé Belt tough 这过是我们今期待很高达不要 使baj含でも 我们只需要一高达千她 但是 butcher 我们已经支持 多了会 Investigative 。 巴黄的液鱼 软中 繁вин 系统 还有 촌 쪽에 比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对照表 那这个照片呢 呃我们在SDN的产品当中呢 如果一般在复显的产品 希望得到一个好的显示效果 以及对比呢 一般都是使用DFSTN的玻璃 那但是我们看到这张对照表 那他以VATN的两者的那个视角的话 我们可以首先先看到正视角 两个的差异性还不大 可是从上下左右来看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 VATN它的效果是幼于DFSTN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想得更得出的效果 to STM product we will suggest our BFSTM but if you want the High Conscious WiderVN Go we will suggest our VATN is much better you can see from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you can see the VATN much better VATM玻璃它提供了許多優於TN、STN的條件 它在黑暗的環境中也更容易的閱讀 你可以在不變更任何的設計條件之下 直接用VATM的產品來取代TN、STN VATM的產品現在比較常被運用在有車載 然後數位電錶UPS 或者是一些器材設備還有駕天類的產品 那當然絕對不是局限於這些產品可以使用VATM 只要是您希望你的產品會有一個好的顯示效果及對比 我們都可以建議你們來使用VATM的模組 VATM不只包括STN的未來 但也有更多優移 在我們的角色中,您可以100%再悔悶 無任何軟件或軟件的改變 我們可以建議把電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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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 顯示的效果 那客戶在產品設計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最適合的顏色來與你的產品做搭配 讓你的產品呈現更好的質感 以及增加產品的價值 這張呢,是我們目前已經完成的VATM的一個系列的 模組 那我們跟STN這邊做一個特別 這樣讓客戶端 大家會比較了解說,我們有哪些已經完成 那目前呢,我們從0802的產品到1601、1602、1604 還有2002、2004等 那這些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目前呢,1602的這個模組呢 都可以馬上都可以送樣 那所以如果你們對VATM的模組有這類的需求呢 那你可以點入你的六床口 好,那我們可以快點為你送了 這邊是我們的VATM 這個VATM的模組有6個系列 這裡是我們的VATM模組有6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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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f you have another request, please send your request to our sales, then our RDT will do our best to finish it.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讓大家能夠對VATM的這個玻璃呢,有更進步的了解 那我們用一個玻璃夾KID的VATM玻璃微粒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它的玻璃尺寸呢,它是75乘上31mm 那這個玻璃的凸頂呢,大概是介於美金600到700之間 那單價呢,它的玻璃單價大概是介於美金2.0到2.5之間 那這個價格呢,其實它大概是高過於SDM的產品,約10到20% OK,我回來了 In order to let you understand more about our VATM We make this picture as a sample to explain the VATM design cost This is the glass with steam And the glass size is 875 x 31mm If you want to use the VATM technology The unit price is around 10-20% higher than STM And about the tooling cost is around 600-700 USD 那接下來呢,我們用一個VATM COG的例子 那這個玻璃呢,它的尺寸是83 x 31mm 那它的凸頂呢,大概是介於美金1700到2000之間 那它的單價呢,大概就是介於美金2.8到3.2 那背光呢,以這個為例,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VATM它必須搭配高的背光源來使用 那這個例子呢,我們這個背光呢 做到了有2320cT米平方 那它透過玻璃之後呢 它的量頻剩下330cT米平方 它的透過率剩下大概是14%左右 所以呢,這個也是,這樣我就知道說 在背光,VATM呢,如果背光源越亮呢 它所能得到的對比值就會越高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COG type Gas size is 18.3 x 31.5mm Tuning cost is around $1700-$2000 and about the price is around $2.8-$3.2 in this case the VATM transmission rate only 14% so,we use the over 2,000 nits backline and after assembly the module backline brightness become 330 that this means if you want the high punctures the high brightness is necessary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一張對照表 那 VATM的產品呢 它的特性呢 是介於OLAT以及STM之間 那它的頒獎呢 也是介於OLAT與STM之間 那VATM的顯示效果呢 如果沒有辦法滿足您對產品的需求的時候 如果你希望有更高的對比及顯示效果的時候 那我們還是推薦你們使用OLAT的模組 那我們OLAT的產品呢 在下午會有更詳細的說明及介紹 After we introduce our VATM we make the summary list of the different display type as you can see the VATM future is between OLAT and STM no matter contrast, power consumption and response time if you want the high end value and high end quality products we will still recommend our OAT and we have in more detail introduce our OAT in the afternoon so I would like to go back to our STM OK And about our VATM we will stop here and if you have the interesting about VATM we have the prepare our demo kit on our showdesk We are welcome You can visit our showdesk later and nex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serial interface model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串連傳輸的運用及優點 那在一般在產品設計的時候呢 LCLM是使用最多GTIO的元件之一 那如何減少GTIO的使用 提升MICOM的效率是我們設計的目標 那專業傳輸STI及SQC這兩個介面 絕對可以減少很多很多的那個GTIO使用 那在實際產品設計的時候呢 客戶就可以選擇 較少Io的埋控來使用 這樣就可以也可以得到一個成本 下降的一個 就是這樣也可以成本也可以下降 When you create the project the display is one of the components need a lot of control pins so how to reduce the control pins is our design project and in next topic slide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serial interface and the traditional 8-bit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GTIO它的減少 那這樣實際我們在一般在產品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選擇很多比較便宜的MICOM直接來使用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張呢 是我們標一般標準的6800的BIT的interface 那紅色空空呢 這邊可以看得到 它的data線呢 總共有8PIN 然後再加上三個控制訊號呢 它總共要用11支GTIO呢 才可以控制這個資源型的模組 This is our traditional character module so you I think you already know it it has the 8-bit data line and 3 control signal so total will need 11PIN to drive this module 那我們在不變動任何的機構的條件之下呢 那我們直接增加了兩個 這個專業傳輸的介面 那首先看到這一個呢 是SPI的介面 那紅色空空這邊可以看到 它只要是四個控制訊號 那就可以控制這個資源型的模組 那與剛剛的6800的變電呢 就已經總共有差了7支的GTIO使用 This is our new product the serial interf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size is no change with our modern SDR and in the last page we mentioned about our traditional interface you need the 11PIN to drive module but if you use the SDR interface you just only need the 4PIN then you can drive it 那接下來看到的這個是 isquacy的介面 那紅色空空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isquacy它只要用兩個訊號的控制 那它就可以來控制這個資源型的模組 那這樣相對跟剛剛的6800的變電的傳輸介面呢 又少了總共有9支的GTIO使用 here is one more serial interface we use the same construction even PHP layout is the same with 8-bit we just only change the CLV bounding wire to make the different interface function so our interface function is fixed we couldn't change any jumper we use the sam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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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Squacy的介面呢 那還有一個好處呢 它就是 Squacy它可以用兩個控制訊號線 就可以同時控制四個資源型的顯示器模組 那所以當你在實際產品運用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產品同時是多個顯示器模組的時候 那如果你用Squacy的介面呢 你只要有兩個控制訊號線 就可以控制四個模組 那這樣呢 在實際產品設計 那你就可以減少很多的GTIO使用 以及排線還有connect的費用 這些都可以省下很多 As you can see if you use the i2 interface in your circuit you can drive the four character module in on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which will save your control pin and your design box 那這一張呢 是我們目前都已經完成的 可以使用串列轉速介面的 資源型的模組系列 那我們從0802到2004 那這些系列都已經完成 那或者是如果有 您常用的一些系列呢 沒有在這個上面呢 那或者是還有客製的 客製的自圓型模組 有這一類的需求 那你都可以跟我們的業務的傳統來聯繫 那我們會很樂意的 為各位來做一個設計及評估 然後這次DES顯示 เห制實的車子 我們依然可以的 它們在整理 rí阳 在整理 填 其實 你 策定 付入 我們希望我們會給你更多資訊 我們希望我們會給你更多資訊 和DFT 之前結束我們的訊息 大家有問題嗎 是的 DFT 16002 我想,我們有來自宅辦的訊息 您可以用JD類作用的訊息 您可以用JD類作一條? 您可不停的訊息 您可以用JD類作用 we can take the time in the month yes we also have the day time because when I asked last time they said it's only HW in our standard product but currently we couldn't do the standard design but for the house design yes we can do yes anyone els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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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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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regarding the color printing, I just wanted to know if you have any MOQ, or suggested MOQ, for your production line? About the MOQ issue, I think it's better than ourselves to answer. Okay, thank you. Anyone else? Yes. Nice. 一般其實在液晶的話,它只要在0度以下,它的反應速度就比較快, 因為這是液晶的特性的關係,它就變得比較慢,比較粘稠,所以比較慢. 對,它也是這樣子. 它其實它只是排列的方法跟傳統的TMS、TN共一樣而已, 但是基本上它的特性還是一樣 但是它的反應速度絕對是會比傳統的DNS TMI更快 那剛剛我們提到一個就是說 VATN它目前的顯示效果還是比16分之1DT以下的玻璃是最好的 那在業界也有人做到32分之1DT的繪圖型的顯示效果 那事實上它可不可以做 它可以做 但是它的效果其實已經沒有達到說 我們所謂的非常非常高的DT機視角 那所以在16分之1以上的DT的產品呢 如果是繪圖型我們都是建議還是用線型的VATN 或者是ASDN的玻璃就可以 答案是很長的 OK 我試試去調整答案 問題是 我們可以做VATN技術嗎 答案是 我們可以做VATN技術 但是它的效果是很低的 所以我們會推薦 UATN技術的DT是更多的DT 有人嗎 我們可以做VATN技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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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